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那么今天先预祝大家 恭祝大家新年新春大赚钱 那么开春完以后呢 后面可以大发力士 好 我想今年已经到一个段落了 那么今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整个行情呢已经开始慢慢的 往一万五千点来做挑战 所以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那么这个行情 我们该如何去研判后市 以及后面有什么股票 可以来做一个逢低布局动作 另外呢我今天会有一个教学 就是教大家说这个行情 我们要怎么样去抓到 真正能够飙涨三成五成 甚至一倍的股票 我们从这个角度呢 来跟大家来做个切入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行情在1月4号的时候呢 当时指数在14000点左右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这个地方 再做个震荡扩底的动作 这个震荡扩底的 这个地方就是你要来做布局动作 因为我说既然这里在打底 表示这个行情后面会有一个高点 它们后面会攻上去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个指数后来就是攻上去了 攻上去了 那我要告诉大家 那么在指数攻上去的过程里面 你要注意到股价的反应 股价会怎么样动呢 第一个产业面先动 那产业面先动之后呢 那么技术面开始往上面动 接下来呢才是基本面 接下来最后是消息面 就是当报纸利多出来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一个 到一个末生段的时候了 我说股价到 差不多到头部附近的时候呢 这个消息面才会出来 那么如何运用这个产业 来寻找股价呢 在低档区呢 来做个介入的一个操作呢 我想我在去年的时候呢 就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当时我们在介入这个 8996的高利 8996的高利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也是7月28号 10点53分 我说高利这种个股呢 它不会受到影响 那这种个股没有疑虑 没有疑虑的股票呢 那么这张股票呢 就是可以来做多的标的 因为当时大盘不是很好嘛 你看一下 7月28号你看一下 7月28号在这里你看 因为当时大盘呢 从这个地方一路跌下来 7月28号在这个位置去了 所以整个大盘 基本上都还没有跌完嘛 它趋势还是往下 但是呢 我当时已经跟大家讲说 高利这种股票 我在7月20号跟大家讲说 这种股票看起来是一个头部形态 看起来是一个头部形态 其实它的底 它是底部形态 所以说我说这个形态叫做 做头不成反成底 做头不成反成底 那么做头不成反成底呢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呢多头主力进去的迹象 所以你看到我说多头主力进场的迹象有三个 第一个假破底增洗盘 像这种假破底增洗盘的股票它会大涨 第二个低档量价背离会弹升 这是第二个多头主力进场迹象 第三个就是做头不成反成底 所以我当时已经发现到8996的高利 已经有很明显的多头主力进去 所以你看到8996 当时跟他讲位置在这个地方 7月28号 从这里一度大涨超过一倍 从这里一度大涨超过一倍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一档个股它的产业出现变化 原本这家公司是做热交换器的 其实它每个月的业绩营收 其实都蛮稳定的 都没有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什么 成长的这种迹象 但是因为它在去年 开始出现了产业性的结构的改变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开始切入了 氢燃料电池这一个部分 切入完以后 股价在经过主力大户 又进去卡位的时候 那股价就大涨超过一倍以上 就大涨超过一倍以上 这是我们去年操作的股票 其中一档 另外一档个股就是8033的雷虎 当时在10月20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这家公司做军用无人机 那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军用无人机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时候刚跌下来 刚跌下来这个地方是第一根起涨 我认为这是第一根起涨 那我强调说 它是做军用无人机的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股 后面有很大的一个上涨的空间 好 为什么军用无人机会大涨 那这家来虎 它原本是做这个玩具模型的 汽车遥控的这种 汽车遥控这种游戏这种玩具 其实公司并没有说出现什么 很大幅度的营收成长 但是因为它切入了军用无人机 所以它整个结构的改变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我一直强调说股价会怎么样 一档个股为什么会大涨 它其实它来自于什么 产业面的结构性的改变 也就是说原本雷虎 它本来是没有做无人机的 后来它开始切入了无人机以后 军用的无人机之后 那么股价 我认为它出现结构性的改变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股会大涨 好 那你看一下 这个10月20号 10月20号 10月20号的雷虎 8033的雷虎 我们看一下 10月20号在什么位置去 10月20号在这里 是不是第一根棋长 从这里上去又一倍 那原本呢 其实的军用无人机 基本上来讲 本来不会说市场上这么热门 就是因为我发现到乌俄战争 乌俄战争之后呢 这个军用无人机会开始变成说 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 那包括像台湾 因为台湾基本上 之前是不重视无人机这个产业 不重视 那但是因为整个乌俄战争 改变了战争的结构性 改变战争的这个进程 也就是说原来以前 无人机没有用在军事上面 现在当无人机用在军事上面 大家才发现到原来无人机这么好用 CP值这么高 一个无人机它可以炸掉整个军事堡垒 或者它炸掉了这个坦克 所以台湾就要积极地建构 军用无人机的舰队 这也是我在10月20号 当时我在节目上也是告诉大家 我说军用无人机这个雷鼓 你要特别注意 我认为它产业的结构已经改变了 这两个我认为它后面有大涨的条件 结果也是从10月20号 这个地方就涨超过一倍 所以其实去年我们抓到了这几档标股 包括像有些个股 我认为它已经来到了相对低两区 我也在节目上提醒大家 你看我们在联电 联电10月11号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 它本益比大概只有6到7倍而已 因为它今年赚 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 可以赚6块半 明年可以赚5块 再怎么样 它还是有5到6块钱的空间 所以在10月11号的时候 股价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35块钱附近 我认为是本益比6到7倍已经偏低了 是可以来做逢低布局的机会 好 我们看一下联电 是不是10月11号 10月11号 对不对 10月11号在这里 就在这个位置去 它后面是不是大涨上去了 包括像是台积电 台积电在10月17号 我跟你讲说EPS赚38块钱 本益比接近到10倍是机会 我认为台积电 因为它做的是什么 先进制程的 所以市场上会给它的本益比 会比较高 联电大概6到7倍 我认为是低布 台积电大概是10倍 10倍在什么位置 10倍就在EPS38块钱 380块钱左右 就是10倍的位置去 所以11月17号我跟你讲说 当它回到台积电回到10倍 这也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布局的机会 我们看一下10月17号这个位置去 10月17号这里 这里10月17号 这里是397块钱的 我说380块钱以下都可以来做布局 那你看这一次最低 杀到370块钱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好布局机会 那后面是不是涨上去 涨到500块 对不对 所以其实股票操作 它是有机可循的 所以今年我们要秉持 这样子的操作策略 我跟大家讲 股价第一个 要么就是它的产业 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要么它的股价 就是回到了合影的价位区 甚至被低估了 如果我认为 就是出现这样子的形态 出现这样子的模式 就是你赚钱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我也在节目上 告诉大家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 3693的银帮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在1月3号的时候告诉你说 这家公司 它去年的前三季赚了6块7毛钱 6块7毛钱 那么全年 去年大家全年可以赚10块钱以上 也就是说 它又可以赚到3块多 第四季大概可以赚3块钱以上 所以我认为这一家公司 这一档个股 加上它的伺服器 整个伺服器的产业 要开始往上升级 所以我认为 它是伺服器的受贿股 我认为这档个股 我认为在那边做震荡整理之后 它又往上创新高 因为当时的股价 大概112块附近 大概本益比 差不多接近10倍左右 并不高 并不高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档个股 也是回到本益比10倍附近 又是一个机会 可以来做布局机会 那也就是说这一波它先往上面涨 它先往上面涨 最重要原因是因为 它的业绩已经被人家低估了 所以它先把它涨到 本益比10倍这个位置去 但是10倍还是没有涨完 因为10倍还是低 那这里是偏低 这里大概本益比 大概就大概7到8倍而已 所以这里先涨上去 那这里再做整理 因为这里技术面 短线上涨多了嘛 所以先做技术面 一个修正整理嘛 但是呢 它还没有涨完 因为我认为呢 它本益比大概只有10倍左右 10倍11倍左右 所以我认为到后面 还要再往上涨 所以在1月3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 告诉你 那么1月4号隔天呢 它就开始往上涨了 对不对 它又往上涨哦 那我告诉你的模式 还是一样 趋势向上 我看法还是没有改变 还是往上 也就是说呢 当我抓到一档个股 它的产业性 是属于被低估的时候呢 我这档个股呢 我就告诉你说 这档个股它趋势是向上的 我不会说 因为它今天涨 我讲今天没涨就不讲 我还是告诉你 这档个股还是会上 还是会涨 好 那你看 到1月13号的时候呢 这档个股 是不是震荡整理完以后 开始要往上面攻击 开始要往上攻击 那这一天呢 出现一个红棒 就是告诉你 它后面要开始攻击上去了 这里已经来到121块钱了 我告诉你将创新高 这是1月13号 好 1月16号呢 是不是创新高上去了 是不是拉涨定板 是不是提前预告 所以我说我跟大家讲 股票市场当中 什么是专业 你要如何赚到钱 专业呢 其实就是提早别人一步 就当大家还看不出说 这个雷虎要涨一辈了 你那个地方你就要赶快 进场来跟我布局 大家还看不出来高利 原来做氢燃料电池 它可以有倍数的利润 大家还不知道 该来做布局的时候呢 你就要跟我来进场布局 你看最近我跟你讲 这个英邦 我说到本益比10倍附近 又是一个布局的机会 当伺服器开始要往上升级的情况下 对于伺服器相关的股票 都会受惠 所以它去年可以赚10块钱 今年可能会赚更多 所以我提早告诉你说 这档个股你要赶快跟上脚步 因为我认为它会有大涨的空间 它会有大涨的条件 因为我提早告诉你嘛 所以你看它股价 有没有上去创新高上去 对不对 那么现在投资朋友可能会问说 老师既然如此的话 那还有没有类似相当的股票呢 可以被低估的股票呢 可以来做布局的 我现在已经抓到一档股票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 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呢 它短线上先冲高上去 对不对 那冲高这里为什么会拉回 因为这里呢 遇到前波的压力区 对不对 遇到前波压力区 所以这里呢 先做个技术面 做一个回撤动作 它回撤哪里呢 回撤季线 回撤季线 所以回撤季线完以后呢 它开始又往上攻击 那这里又开始震荡了 因为这里又遇到前波高点 那重点是这个高点会不会过去呢 我告诉你这个高点 我认为会过去 为什么会过去 因为这家公司目前二十几块钱 虽然是一档低价 那但是虽然是低价 但是呢 它去年可以赚三块一啊 很多朋友 它去年赚到三块一耶 那重点是去年赚三块一 现在二十几块钱 大概本益比大概只有九倍左右而已啊 所以它也是十倍以下的股票 那重点是今年呢 我认为今年还会持续往上成长 因为它前年只有赚0.1元嘛 这家公司其实它具有一个 比较大的转机性 因为去年只有赚0.1啊 前年啊 前年赚0.1 去年就赚了三块一 总共超过赚了三块钱以上 那你看今年 它这个产业是 开始在一步一步的往上成长 今年我认为赚超过三块钱 所以像这档各伍 目前在二十几块钱 我认为是很好布局的机会 因为这档各伍 我认为后面会创新高 那最好布局就会在这个位置区 为什么 因为你看它是不是底底高 所以这个地方打出这个底部 你在这个底部进场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等它创新高上去 去做追价了 你不用等说 哇这个老师 你这个银帮已经创新高 到底要不要追啊 我跟你讲的时候 是还没有创新高的时候嘛 还没有创新高的时候 告诉你要买嘛 因为后面会创新高嘛 它后面是不是创新高上去了 那这两个股呢 我跟你讲说后面会创新高哦 所以现在还没有创新高 现在还在打底过程里面 现在就是布局的机会 所以你赶快把握好 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节目再回到现场 运达投顾陈老师 酷印通达357优惠 酷印通达357优惠 出和您万事如意 迎新年 玉兔迎春望全年 直线新春期间 立即不打02-2781-0909 运达投顾陈老师 酷印通达357优惠 酷印通达357优惠 出和您万事如意 迎新年 玉兔迎春望全年 直线新春期间 立即不打02-2781-0909 你好 欢迎回到现场 当然我们在节目上 跟大家讲说 你要特别注意到 这个伺服器的产业 因为我在过年之前 就告诉大家 我说伺服器 这个Intel在第二季 要推出新的伺服器的平台 所以这一部分 对于伺服器的相关 台湾相关的产业 它都会有一个利基点 它都会有一个刺激 它业绩持续往上成长的 一个态势出来 当它的业收业绩 当它的营收 开始要往上成长的时候 它的股价 一定会跟着往上来做反应 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说 买股票 人家买到那种产业 是持续往上成长的 或者它产业出现了 结构性的转变 要么就是它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成长性的态势不变 那么要么就是结构性的转变 它出现了新的产品 它跨入新的一个领域 这个都是会代表说 它的股价一定会跟着 往上面做表态 那还有一些个股是因为 它被低估了 它的股价是被低估的 也就是说去年它是蛮赚钱的 但是因为去年不是跌了将近快6000点 5990点 所以大家已经忽略到股价的基本价值 所以你看台积电它才会跌到本益比10倍 370块钱 它是怎么跌的 是被什么 是被外资不断地砍杀 被投资人不断地砍杀 砍到370块钱 对不对 因为去年那种跌法 大家觉得说股票好像不能爆了 美国股市还要升息 经济要衰退 物额战争 通膨 一大堆问题都在去年 全部爆出来 结果股价就一路往下跌跌 跌到后面你已经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找出这些股票 它的价值的一个什么 股价低估的位置去 所以在低点区如果你没有布局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相当的可惜 因为台积电已经从370块钱 涨到500块钱 所以我们在寻找下一个 下一个台积电 下一个雷虎 下一个高利 所以我在跟大家讲说 哪一支股票被低估了 那我在也跟大家讲过 我去年也跟大家讲过 说1月4号告诉大家金居嘛 我告诉你金居呢 我们在10月30号就已经先布局了 10月30号布局之后呢 它往上面拉升上去呢 现在拉回来做一个回撤 那么它要往上涨的原因跟理由 其实我在节目上已经讲过 所以不重复了 它也是伺服器相关的概念股 所以我认为它股价会创新高 我说我持续看好 持续看好 你看过年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想报股票都已经出掉了 但是我告诉你这两个股后面会创新高 你出掉你会后悔 因为它后面会涨上去 后面会让你赚钱 你出掉人会后悔喔 好那1月9号我还是告诉你同样的事情 人有高点可起 1月12号再告诉你 我还是持续告诉你 它是同伯居于同伯居上游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它这里会做震荡 因为这里遇到全伯高点啊 这里做震荡 它遇到前高它在做压力测试嘛 这个压力测试完以后我告诉你 还会再过去 还会再过去 所以你看它股价是不是在这里 如果以收盘价来看的话 应该已经过得清高了 对不对 已经过得清高了 它伺服器的相关的族群嘛 它做铜箔基板的上游铜箔嘛 金居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两个股 6274的台药 台药也是 台药呢伺服器的需求往上 所以我跟大家讲 台药铜箔基板的 这个用量会成长将近三成 另外一个部分 它有做网路的400G的交换器嘛 那这一部分呢 原本是100G的 现在开始要用400G 因为网路也在升级嘛 对不对 那些所谓的资料中心啊 大型的资料库啊 他们这个伺服器要往上做升级 是因为他们速率已经变慢了 速率变慢 所以整个伺服器大型的电脑 伺服器呢 都要开始往上做升级 那这个往上做升级呢 这些伺服器相关性的产业 它就会受到什么 受到什么 成长的激励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像6274的台药呢 这个形态上也是 类似一个左肩 这里是底部 这里是右肩 我告诉你这两个会创新高 我持续看好 那你看这个法人 法人是买在这个位置去买一大堆 都没有卖哦 你看最近都没有卖了 这里有稍微卖一下 所以它稍微拉回来一下 但是你看这边都没有卖了 所以我跟你讲这两个会创新高 所以你看它后面是不是 创新高上去的 这个拉回震荡洗洗 我认为后面还是持续看好 没有改变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注意到 除了像这些个股呢 它们在持续的往上面涨之外呢 那么还有什么样个股呢 也是被低估的 上一段我跟大家讲说 一档二十几块钱的股票 去年赚了三块一毛钱 我认为今年应该还是赚三块钱以上 那本益比大概九倍左右 我认为这档个股呢 还有往上涨的条件 那另外还有什么股票 这档个股呢 我认为也是一样 去年EBS大概赚九块钱左右 去年大概可以赚九块钱 目前股价六字头 目前股价六字头 本益比大概就七到八倍而已 那这里已经以前打出底部形态 有没有看到 那这里都没什么量 你看这里都没量没量没量 那这里开始补量出来 开始有人在什么 有内行的人在做一个买进动作 那这里在做一个震荡洗盘 因为这里先涨一段了嘛 所以这有技术面会涨多以后 会有一些技术面的一些 获利回吐的一个震荡洗盘 但是我认为它还没有涨完 因为如果以它去年 EBS可以赚九块钱 目前股价六字头的话 表示很明显的被低估了 所以像这种 我认为它后面还会创新高 后面还会创新高 这就是你现在来做把握的 所以利用过年这段时间 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现在有推出过357的优惠 357的优惠 这个优惠请你拨通电话进来 直接跟我们家人做联系 加入我们的行列 实现赢家的梦想 好 最后祝大家新年新春愉快 赚大钱 那么今天为各位想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